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家庭家常美食 鸡蛋炒蒜苔 这就是鸡蛋炒蒜苔的基本食材 红辣椒一个 蒜苔一小把 皮啊子一个 两个鸡蛋 我们现在开始把鸡蛋打入碗中 鸡蛋打好以后我们加入一点盐 再加入一点白醋 这就是有增香去腥 鸡蛋把它打成强 蒜苔切成这么大的段就行了 现在这个蒜苔还是比较新鲜的 挺嫩的 放入碗中 装入盘盐 大蒜切成漂亮就行了 红椒 红椒把它切成丁吧 小丁 主要它起个装饰作用 其实这个菜辣椒一点都不辣 嗯 嗯 切成这样丁 你看 这就是鸡蛋炒蒜苔的所有食材 蒜苔切成小丁 红椒子也切成丁 皮鸭子切成段 鸡蛋打散 碗里后我们要炒 下面这就是食材 我们下面进行操作 把油烧热到七八成 倒入鸡蛋 锅中剩点油 加入这个鸡蛋 嗯 加入点西胡椒酱 然后 我们加入这些蒜苔和这个 操作 加入呢 鹽 醬油 我们把鸡蛋加入 最后来点蚝油 就可以出锅了 这就是我们炒好的蒜苔炒鸡蛋 大家看 汤汁也特别棒 青红辣椒 味道特别好 这就是我们炒好的蒜苔炒鸡蛋 肥胀味道特别好 这样拌米饭 大家看 希望大家尝试 希望大家点赞 关注收藏 谢谢大家 3 5 5 3 5 5 6 6